花400万引狼入室 62岁王宝全比赛兵齐高一张 53岁赖亚文早该做决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九 巴黎奥运会中国女排是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目前奥运赛中国女排已经是错过了直通车 接下来还要经过几场苦战 才有机会拿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到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上 我们还是避免不了要和塞尔维亚以及土耳其 意大利这样拥有顶级强力接应的球队交手 那么中国女排的现存实力 能否扛得住呢 近日国内女排联赛即将开打 而天津女排以400万个人民币的薪酬 再次和瓦尔加斯成功续约 作为当今女子排团的顶级接应 瓦尔加斯对天津呢也是特别的情有独钟 那么瓦尔加斯加入国内联赛 对于中国女排备战巴黎奥运会 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有球迷认为这是引狼入室 一定和他交手后中国女排原本的固定阵容主力球员 恐怕会更被他熟悉 对中国女排来说呢是极为不利 但其实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说还是力大于弊的 但也有球迷认为62岁的王宝泉 比蔡斌还是气高一招 王宝泉以及天津女排 对于瓦尔加斯是非常的重视 上至排球管理层 下至教练王宝泉 以及队员们和瓦尔加斯相处都非常的融洽 更重要的是 联赛中瓦尔加斯还能像龚翔女一样 打出三号位的跑动战术 从这一点来说呢王宝泉精雕系卓巴尔加斯 确实让他发挥了更大的潜力 同时也给中国女排在明年巴黎奥运会上 培养了一个技术更加全面的对手了 但其实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王宝泉是非常善于发现球员的优势 以及培养挖掘更大的潜力的 也愿意给球员更多的上场机会去历练 而这一点蔡斌确实是没法比 赖亚文也该早做决定 毕竟蔡斌质量的短板和欠缺实在是太过于明显 而巴黎奥运会中国女排也不容乐观 换上王宝泉可能会更好 那么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